如果妳怎麼看 之前資社會已經說過高雄灣的認為沒有抄襲問題 但他的執行長在昨天去備詢的時候 卻突然轉彎要來提告高雄灣 妳會覺得這事件中間又是有一些被指控民進黨的國家力量在掌握嗎 妳不覺得這個跟慈濟的事件一樣嗎 前面講的話 後面講的話 可能中間就會有一些黑手會進去 資社會講的話已經很確定很明確 然後現在突然間質詢的時候又變了 我想台灣的人民都不是傻瓜 這不是政治黑手是什麼 這不是國家機器是什麼 所以答案就是用各種方式去做人格毀滅式的選戰攻擊 是一個執政黨應該做的事嗎 所以這個論文事件事實已經非常清楚 連指導教授還有之前資社會的說法 一年多來都是一致的 突然間在今天變得不一樣 我相信百姓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是誰把黑手伸了進去 另外因為綠營那邊一直在質疑他高雄灣的絕霸人設 現在是被報說他阻北英女特權官說 又散布訊息的綠營特異本專 非有經營者被發現是鄭運鴻的親哥哥 這就是做壞事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自己也念北英女 北英女要特權官說 這件事情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他就算進得去 大概也沒有辦法取得很好的成績 也就是說當你沒有辦法提出更好的願景 或更好的人選的時候 你們只能做這種人身攻擊的 而且是捏造的訊息 對於高雄灣來說他只會越來越強大 我還是強調在新竹市 目前為止最好的人選就是高雄灣 所以藍營跟綠營的側翼都可能 尤其是綠營幾乎是挺全黨之力 我覺得紅灣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人民會款給他一個公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把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品